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成年人的生活到底有多难 大家总愿意去挖掘真相 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真相 我们每天都在不断接受着各种各样的信息 挖掘着信息背后的真相 却在真相来临时选择了逃避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我们变得不愿意再相信事实了 而只愿意去相信眼睛所看到的 我们活在自己虚构的世界中 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 看着自己愿意看到的事实 但却并不愿意承认 即使是亲眼所见 也会有被欺骗的时候 成年人的生活 哪有容易二字 有的容易胖 成年人的生活除了工作金钱 不由自己 连身材也已经管控无能了 很多人每天嘴里说着减肥 可行动永远在落后 明明说好了不吃晚饭了 可是到了饭点呢 还是熟练地打开了外卖软件 明明办好了健身卡 一年过去了 卡失效了 可是次数呢 一点没少 俗话说 三月不减肥 四五六七月 八九十月 涂伤悲啊 眼看着冬天已经来了 可身上的肥肉呢 依然紧紧相依 永不放弃 人生的真相是这样的 我敢骂天骂地 但是我不敢骂楼上每个周末 都在装修的邻居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群人 喜欢躲在虚无缥缈的网络中 打着正义的旗号 做着自诩正义的事情 为了引起关注 他们发表不雅言论来攻击他人 肆无忌惮地揭露着别人的伤疤 他们当中有的是为了发泄私愤 有的是为了博人眼球 而在现实生活中呢 这群人却像普通人一样 遇事不声张 受了委屈 也不敢为自己抱不平 都说没有尊重的评价 与绑架无益 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希望每个人都能谨言慎行 不要让自己的发声 变成对他人的绑架 你永远想象不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会有多轻 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吧 明明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 却让你崩溃大哭 明明只是最简单的一个动作 你却因此伤心不已 明明很多人说了同样的话 做了同样的事 却只有你内心无法平静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有的人上一秒还是开心笑脸 下一秒已经泪流满面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 都有不为人知的伤痛 你可以不帮忙 但请不要帮倒忙 你可以不加以宽慰 但也请不要雪上加霜 因为你不知道 别人的内心正在承受怎样的痛苦与煎熬 你的随意一句话也许就是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似乎有许多朋友 又似乎没什么朋友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朋友圈里的孤独才最可怕 也最孤独 深以为然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养成了见面加好友的习惯 看着微信好友越来越多了 就好像我们真的有这样多的好友 通过朋友圈 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生活 熟悉彼此动态 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看似很亲密 其实不过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要先安排好时间 事情 然后才能情绪失控 我们努力地扮演着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不敢出错 不敢崩溃 尽力表现得很完美 待人亲切 又有一丝的疏离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才敢释放被压抑的情绪 还记得之前在网上流传的几张照片 一位40岁的中年男子 深夜在路边的饭店 静静地坐了很久 突然外面下起了大雨 他没有进店躲雨 而是一个人临着雨 伤心地哭了很久 成年人的世界 谁不是一边饱含泪水 一边负重前行 成年人崩溃手则里说 成年人的崩溃要看时间和场合 不仅讲究性价比 还要考虑优先级别 成年人的生活连崩溃都不由自己 只有在安排好全部工作后 才能空出几分崩溃的时间 伤是由不得你说来就来 而快乐却是由得你 我们何不选择快乐的生活呢 心情决定心态 心态决定人生 你拥有怎样的心态 就会拥有怎样的人生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有的只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很多时候回头看 那些曾经让自己苦不堪言的忧愁焦虑 其实都是自己在和自己较劲 该来的总会来 该过去的也总会过去 与其度过悲伤难过的一天 不如让生活简单快乐 就像是这句话 伤由不得你 但快乐是由得你的 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 拿起武器是勇敢 放下武器是懦弱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全都要 这是最近最火的一句话 也是对成年人最完美的诠释 我们总希望拥有全部 所以不断地去追求更好的 却忘了 有时候学会放下 也是一种选择 其实生活并不需要无畏的执着 也没有什么是真的不能割舍的 有时候一味的强求只会增加烦恼 学会放下 才是真正的勇敢 人要想成功 有五个人必须帮你 贵人相助 高人点拨 亲人祝福 自身努力 小人监督 我们总渴望成功 为此不惜付出所有 但却忘了 成功并不是只有一腔热血 他人的帮助同样重要 每个成功的人 都离不开高人的指点 和贵人的真心支持 他们能帮你找到成功的路 也能在困难时 陪你渡过难关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 无论做什么事情 只要肯努力奋斗 就一定会成功 每一个成功的背后呢 都离不开 努力拼搏的身影 也只有一个 愿意努力的人 才会得到 他人的帮助 而那些潜藏在身边的小人 可以时刻警醒自己 不自满 不自大 不迷失在意识的成功 和喜悦当中 也许小人的存在 就是为了让你成为 更好的自己 当你发现和不同的人 说不同的话 不是虚伪 而是能力 有句话说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以前总觉得 他是贬义的 长大后呢 才发现 能够做到这样说话的人 才是真的了不起 面对不同的人 说不同的话 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 老舍先生曾说 话是表现情感 和传达思想的 所以大学教授的话 与杨车夫的话 肯定会不一样的 同样的话 面对不同的人 有的人能够接受 而有的人呢 可能会产生反感 所以说 对不同的人 说不同的话 学会充分照顾 对方的感受 不仅不是虚伪 反而体现了 一个人的高情商 这样的人 懂得照顾他人情绪 能分清场合 不多说 不乱说 即便是同样的话 面对不同的人 也总能 以不一样的方式 我们总说 成年人的世界 和想象的不同 每天都有很多的 难关要闯 成年人的生活 水深火热 每天不是在崩溃 就是在崩溃的路上 可谁的生活 又是简单的呢 人生就像是一场 通关游戏 即便关卡再难 你也只能选择 昂着头走下去 与其抱怨生活 不如笑嘻嘻地 接受所有 然后暗中蓄力 默默反击 别太快认怂 因为即使毫无胜利可言 但挺住 就意味着一切